而台湾的政团同样也有对立冲突 朝野协商明明说好了 本会及不审福茂 不过直到内政委员会九点开会 仗伟张庆忠依然坚持 本周要把福茂给排入审查 国民党的大小党边就一早就赶紧协调 朝野一度是僵持不下 在此同时呢 包括内政部长李洪源 还有警政署长王卓军 他们通通被晾在一旁 最后张庆忠同意让步 口头报告愿意变更一程 但是细节呢 还是要等下午朝野协商再来瞧 好声好气 国民党大党边林洪池 要台上招委别再坚持 26号排审福茂协议 劝说的对象不是别人 而是党内立委张庆忠 宴会的协商啊 怎么可以啊 来要求啊 我们内政委员会 召集委员要做什么事呢 其实现在现在没有看 还有国民党的党边 在这边道德说服我们的赵委 然后赵委一副完全不鸟的样子 不衰党团决议张庆忠 执意本周就要审服贸 不过上礼拜朝野协商 才刚达成共识 再也执意国民党唱双簧 大党边林洪池好尴尬 频频打圆场 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今天最起码下班以前啊 这些 下午我们再来做议定 那今天我们是做礼拜一的议程 张庆忠迟迟不肯敲定 26号议程 在立委起立抗议 会议一度终止 无法进行 大校党边频频劝说 张庆忠勉强卖个面子 同意重新调整 但话没说死 26号内政委员会议程 怎么排 仍有待下午朝野协商 有单TV陈明晏 李黄轩台北报道